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Budelstrap4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完成特殊的section 就是说咱们上一期的section 虽然写完 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今天咱们完成它 做到效果好一些 做到效果好一些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质量 怎么着让它效果能好一些 咱们首先 今天咱们要实现响应式的布局 然后会用到这么两个类 一个是平板电脑以上时 画面怎么显示 那么如果不是平板电脑 该怎么显示 会用到这个类 接下来是说 我这一行中的某些个列 的表示顺序是怎么样的 就是两个知识点 非常少 下面是今天咱实战演习部分 我是这么想 这实战演习部分 我在讲之前 以前我是先给您讲代码 然后让您看效果 今天咱们布了 我是让您先看页面的显示效果 回来我再给您讲代码 咱们加一点小变化 好咱们看一下代码 今天是14课 咱们先看上期13课 因为咱们是在上期的基础上进行修改 大家请看 上期13课 大概是这么一种感觉 主标题 页面标题 区域标题 小标题 然后是小标题内容描述 外加一张图片 对吧 好 那咱们今天是什么样子 看一下 今天第14课 我天给你准备好 咱们运行 看 大家请看 标题页面头的部分 没变 下面的小标题没变 变的是哪 是咱们的具体内容部分 上一期咱们是上下结构 今天呢 左右结构 是吧 就是小标题 游戏名和游戏内容部分呢 居左 然后呢 图片居右 但是 第二行则不然 第二行大家请看 图片居左 文字居右 对吧 第三行再变回来 你说我这第二行跟第一行 都是图片居右 行不行 或者说这个13行 全都居左 行不行 没问题 这样做不是美观吗 然后呢 这样做呢 也为了让您 看一下这个 我是怎么对这个地方进行设置的 咱们记住啊 这个是今天的画面显示内容 好 咱们回到代码部分 好 咱们看啊 咱们先看 这个容器部分 容器之外都一样 容器里面 大家看这个地方 我呢 把容器里面的内容 又加了一个行 上期没有 那么在这个行里面 我把文字部分 和图片部分呢 分别作为两个区块 然后呢 大家请看 文字部分呢 占页面12列的9列宽 那3呢 什么意思啊 这3呢 什么呢 这个图片部分呢 是说占12列里面的3列宽 这就好理解了吧 你看 这是容器的宽度 对吧 然后文字呢 占整个容器的宽度的 大概9列左右 12分之9啊 然后这个地方呢 图片呢 大概占12分之3 就四分之1嘛 对吧 下面的黄红公主也是 逃鬼状也是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黄红公主 对图片在左边 文字在右边 这是个知识点啊 大家请记住 好 咱们再看代码啊 order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虽然说 他先写 在这个页面中啊 先写上文字 再写上图片 但是表示时 图片的order呢 我设成等于1 文字呢 order等于2 就这么个区别 那么呢 图片会显示在order的 呃 会显示在这个文字的前面 大家请看 我这第一行啊 我没写order 那怎么办 那就按照页面 顺序显示嘛 对吧 先显示文字 再显示图片 第三行也是 先显示文字 再显示图片 一点问题都没有 只有第二行 我加上一个order 告诉Budelstrap 或者说告诉浏览器 我先显示哪个 后显示哪个 也就是说 我这一行的 各个内容的表示顺序 咱们是可以设置的 咱们是可以设置的 这一支点啊 第二 咱们大家再注意看 我都用到一个RMD 注意到没有 什么意思 平板电脑 平板电脑以上 换句话说 这个屏幕如果大于普通的平板电脑以上的时候 才显示九列 才显示三列 对不对 那么如果小于平板电脑宽度怎么办 我手机访问怎么办 这是个技巧啊 你看我没写嘛 对吧 没写呢 用默认值 什么叫默认值 什么叫默认值 上期就默认值嘛 对不对 上期我什么都没写 它就默认值嘛 对吧 好 咱们看一下结果啊 我现在屏幕大小是多少 1980 所以说大于这个平板电脑 对不对 所以它按照我的这个RMD以上的 92933993显示 那么问题好了 我现在把它变成 把它变成 小屏幕 咱们看一下啊 现在还是 大屏幕 还比平板电脑要大 咱们现在再走 比平板电脑还要大 再走比平板电脑还要大 再走可就不大咯 咱们注意看 走了 哎 请看 当它的屏幕宽度小于平板电脑的宽度 也就是说 iPhone 安卓等等手机的时候 大家请看 IMB比较小了吧 IMB等于9还走吗 就不走了 默认显示了 怎么显示 你看 跟上期一样不一样 哎 这样呢 换句话说 当是手机的时候啊 用户看到的页面效果呢 是这个效果 哎 非常的容易阅读吧 那么当用户不是手机的时候 这样阅读就不方便了吧 所以用户就这样阅读 哎 这就是响应式网页给咱带来的好处 咱一次编码呢 哎 多个客户端呢 都能够运行 非常的方便啊 嗯 反正我是非常喜欢这种编码方式 嗯 一次编程到处运行啊 哈哈 是这个 这种感觉啊 好 以上就是我给您介绍的所有的内容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啊 今天的知识点呢 有点难度 但是呢 还比较少啊 只有两个 您应该能够理解 如果不理解呢 没关系 您给我留言 我再给您做讲解啊 然后今天我的代码呢 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供您下载参照 今天的视频呢 会放到YouTube和YouTube 也供您观看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